歡迎收看游翔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呢 核心就是要來介紹這個 有關一個五芒芯 它五個尖角合起來 會是幾度的這種問題 那在開始說明它之前 我們先來複習複習 上一集 講到我們在推論這個飛鏢型 我們用了幾種方式去推論它呢 我們連接了一條線 把它割成兩個三角形 這個外角 外角會等於兩個內對角 外角等於兩個內對角合起來 這個角就會等於C 加圈加X加B 就是三個尖角 這個角等於三個尖角的合 OK 然後第二種方式 我們把這條線延伸把它割開來 割開來之後 這個所求的角會是 兩個內對角合 角二加角B 角二則又會是兩個內對角合 我們剛才看的是 這個角它是這個三角形裡面 在三角形EB珠中 角二加角B 角二是在三角形ACE中 是角4 角A加角C這樣子 那所以角珠就會是角A加角C再加角B 那在這裡很快的提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看我都會寫這個在什麼三角形中 在什麼三角形中 這個寫來不是給 改題目的人看的 我會建議我的學生寫 他們假如不寫 我基本上不會觸發他 但是他就是假如沒有想出來或怎麼樣 我就會叫他寫 然後會順順念 那就是說這個不是老師一定要看到的東西 解答寫這個 有的解答也不會寫 有的解答會寫 解答寫這個不是要給 就是讓學生看說這個就是正確解答 就是要這樣寫 不是 它是為了讓你在往後看的時候方便想 那如果你都想得很清楚 或你很熟 你當然可以不要寫這一些中文字 但是你如果不清楚 不只是推 不只是幾何證明 包括在算 我們前面在算其他問題也是一樣 我都說 你算是寫得越有意義 一條一條一條越有意義 你自己會想得越順 它也會有助於你 以後在想別題的時候 你都會先有一個概念就是 我現在到底要想哪一個三角形 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內角合180 外角等於內對角 外角合360 在這個三角形裡面又怎麼樣呢 這樣子去想 那講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老師在示範給學生的時候 我們上一集我在講的時候就是 我們不要只是做了 一路一直往下做都是對的 因為整個幾何推論的過程中 本來就是會有你做了一件事情 結果沒有用的 或者是說你可能繞遠路 像我們上一集在證明這裡 我當然知道直接從這裡去證 這個角等於B加2 2等於A加C會比較對 但是我們不要只是這樣講 假如我先從AC開始推論 我先用180-2個內角是角1 當然也是可以的 只是多寫了幾步 那你要讓學生了解到說 不用擔心我現在推論的到底 是不是正確的推論方式 只要你的推論過程都是有道理的 你就會把答案找出來 只是快慢而已嘛 那慢也只不過就是多走了兩步而已 我們到後來寫的時候A沒有寫 腳1沒有寫 因為不需要 我們已經發現 用外角等於兩個內對角就解決掉了 那不代表說我們一開始要擔心說 會不會其實不是從這裡呢 會不會其實應該要用什麼呢 其實為了這種理由而停下來不寫都是多餘的 所以就是去推論 那我們後來還用了一種方式 就是把這個空的地方補起來 補起來之後這個角1角2 那大的這個合起來180 小的這個合起來也是180 那你就會發現這個角等於三個尖角合 然後上一集呢 我們利用一樣的概念 把這個角補起來的這種概念 解決了這個問題 把F和G 讓他F加G會等於角1加角2 那要注意喔 F沒有就等於角1 G也不一定等於角2 但是因為F和G合起來會是紅色角的補角 紅色H的補角 那1和2合起來也是紅色H的補角 所以F跟G合起來就會是角1加角2 那於是ABC上面這個D和下面這個2 下面的E和上面的角1 合起來就會剛好是整個五邊形 540 那來看一下在介紹星星的問題之前 我們先來看這個問題 角A23度角B27度 那要求角F 那推論起來比較快的方法 往往都需要找到特殊的 特殊的這個關鍵的切入角度啦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盡量不要讓讓那個學生認為說 我一定要記住某一種證明方式 否則就證不出來 很多學生他遇到證明體他空著 他會說我不知道第一步是什麼 那其實我會覺得不用 要讓學生有一種概念就是說 不用管第一步是什麼 你能夠想到什麼就寫一寫 那如果我是老師我可能會階段性給份啦 就是說看學生能夠寫出多少 也許他寫的完全沒有幫助 但是他認真的去想 完全跟正確解答無關 跟真的完全無關就沒有用啦 但是就是說也許他沒有辦法推論正確答案 但是你發現他一直在嘗試的推論 那其實是好事情 那如果要讓整個算式變得精簡一點的 要利用我們前面所學到這個非標型的概念 在C F E 和 B 的這個非標型裡面呢 那這個角 E E C B 會是圈圈跟 XX 和角 F 嘛 對不對 那然後呢角 E 又會是角 A 和兩個圈圈 又會是角 B 和兩個叉叉 也就是說 我角 寫二角 E 二角 E 我其中一個角 E 用 A 和兩個叉叉 另外一個角 E 在這個三角形裡面它是外角 是 B 和兩個叉叉 這樣子 在 A C E 這個三角形中 因為我篇幅有限 我就不寫那個在哪個三角形 在 A C E 這個三角形中 角 E 是 A 加兩個圈圈 在下面這個三角形中 角 E 是 B 加兩個叉叉 那在這個飛標形中 角 E 是 F 加圈圈再加一個叉叉 那所以我現在兩倍角 E 我上面 A 跟兩圈圈 下面 B 跟兩叉叉 它就會等於 F 加一個圈圈加一個叉叉的兩倍 那你就會 也就是說兩個 F 加兩個圈圈加兩個叉叉 會等於上面這裡 所以兩個圈圈兩個叉叉約掉 你就會發現 2 F 等於角 A 加角 B 我前面角沒有寫 可以嗎 那所以 F 會等於 角 F 會等於 2 分之角 A 加角 B 這樣 那一樣就是說不用去背 就是推論給大家看 然後呢 在這一張 我們上一集有說 在這一集呢 我們主要就是要教這個 五芒芯的推論 那五芒芯的推論呢 有很多方式 那我會建議你在看之前 最好自己找到 推論它的方式 我可以告訴你結果 結果是 A 角 A 加角 B 加角 C 加角 D 加角 E 就剛好是 180 度 那為什麼 那所以如果你還沒有推論出來的話 就按暫停 我們剛才講了 我們就是總而言之內角合 180 外角合 360 外角等於兩個內對角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對停角相等 那如果你已經推論出來了 我們來看看它可以怎麼做 在三角形 這個 這裡沒有寫 寫 I 在三角形 IB 租中 我就不寫了 但是我用講的 在三角形 IB 租中 角 E 是這個紅色三角形的外角 也就是說 角 E 等於角 B 加角 D 在藍色三角形 J CA 中 在藍色三角形 J CA 中 在藍色三角形 J CA 中 會等於角 A 加角 C 會等於角 A 加角 C 那麼在三角形 E I J 中 在上面小巧的三角形 E I J 中 在上面小巧的三角形 E I J 中 角 E 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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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 E 等於 180 度 所以說 角 E 加角 A 加角 C 加 B 加角 D 就是 A B C D E 啦 合起來也是 180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所以它在這個這樣子的證明方式使用了三個三角形 藍色 A C J 紅色 B J I 然後上面 E I J 於是你看 式子很簡單 尤其你如果不寫那個在哪個三角形狀的話 但是你自己要想清楚 因為要介紹我們可以有很多方式去證明它 所以省一下時間 稍寫幾個字 我們還可能可以怎麼做呢 這也是一個坊間很常見的一種證明方式 就是我把下面補起來 你看我們前面也是這樣做的 當你下面補起來的時候呢 那這件事情我們剛才看過了喔 就是這個 這裡有兩個三角形 它其實是有一組對領角的 就是這個 我現在畫藍色的 我現在畫藍色的這兩個三角形 上面是 A 珠 F 下面是 B C F 那 A 珠 F 跟 B C F 因為有一個對頂角相等 所以 A 珠加 F 加它是 180 那角 A 加角 F 加這個是 180 角 1 加角 2 加這一個也是 180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角 A 加角珠 加角 1 等於角 1 加角 2 可以嗎 角 A 加角珠 等於角 1 加角 2 那麼然後 然後在三角形 B C 裡面 就是這個直直的這一個 在這個 B C 裡面 那你會發現角 1 角 B 角 C 然後角 1 角 2 合起來是 180 對不對 就是 B C 中 對不對 就是 B C 中 那所以角 A B C D E 合起來就是 180 我結論連結論都懶得起來 省時間 那這樣懂嗎 這是一個做法 那其實我們剛才如果你算到這個藍色的 A 加珠 是 1 加 2 之後 你也不一定要在三角形 B C 中 就是為什麼我剛剛寫在三角形 B C 中 因為我們要有第二個做法 用同一個圖 我已經取得角 A 加角珠 是角 1 加角 2 了 那我換一個角度來說 在三角形 B C 中 下面的扁扁的這個三角形 B C 中 那角 1 跟角 2 跟這一個 角 3 是不是其實是 180 度 那角 3 是什麼呢 欸 這裡有一個飛鏢型 那當然你這個時候呢 如果可以直接使用飛鏢型的公式的話 那是很好的啦 因為現場要再推有點麻煩 但是就是我說 那是基於我們很熟 而不是說總而言之背起來用 那這個時候呢 紅色的這個飛鏢呢 你會發現角 3 是 B E C 所以呢 角 3 加角 1 加角 2 等於角 B 加角 1 加角 C 加角 角 1 跟角 2 就換成角 A 跟角珠嘛 那這樣就推論出來 對不對 又或者 又或者 我直接怎麼樣呢 好 又或者我不連這個地方 那我跟剛才一樣喔 就是我把這一個角 利用飛鏢型換掉 所以這個角 X 這個紅紅的飛鏢 他讓我可以把角 X 等於角 B 加角 C 加角 1 可以嗎 可以嗎 那然後呢 對領角相等 所以這個也是 X 對不對 那麼在 三角形 A 珠跟 X 中 假如說這個角 第二個點就是 X 的話 那在三角形 A 珠 X 中 角 角 就是為了避免你們看的人誤會啦 所以多寫一句 那麼角 A 加角珠 加角 X 就會是 180 度 而 X 就是 B 是 1 所以換起來也是 180 對不對 來 那我剛講到喔 我們有很多這個 有趣的 但是麻煩一點的做法 我們還可以怎麼做呢 啊不是說要用外角定理嗎 喔這裡好多三角形喔 我就算不切割 我去找飛鏢 我都有好多三角形 有沒有看到好多好多好多三角形 那我就用外角定理 跟他拼了 怎麼樣呢 這裡有沒有 在這個藍色的三角形裡面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呢 因為角 E 會等於 根據外角定理 角 E 會等於紅 會等於角 E 跟這一個藍角 那這個角 2 呢 它也根據外角定理 會等於角 E 跟這一個紅的角 所以呢 在這個三角形中 角 E 加角 E 會是 180 加角 E 這個之前我們曾經做過 這樣的東西 那如果你可以吸收它的話 同理類推 角 E 加角 E 是 180 加角 A 角 E 加角 E 加角 E 角 E 加角 E 加角 E 是 180 加角珠 角 E 加角 E 加角 E 180 加角 B 然後角 E 加角 E 然後 1條 2條 3條 4條 5條 全部加起來 你中間 你的左邊就會出現兩倍的 角 E 加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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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你右邊會出現 900 加角 A 到 E 對不對 那中間這個 1 2 3 4 5 合起來是 就是五邊形內角合540 然後乘以2 所以是1080度等於900度 加角A到1 所以角A加到角E就會是185 有沒有很詭異呢 這樣子也可以證明 看這一題 這裡有一個 等腰三角形ABC 然後他告訴你呢 除了這個是AB會等於AC之外呢 BC也等於B珠 也等於A珠 這樣子 那請問角A是幾度 那這個問題就要稍微的有一點點看過 沒看過還有一點不好想 那他是怎麼做呢 利用這個等腰三角形底角相等 那你沒有辦法 用眼睛一定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你可能有必要就是要設位直數 那問角A嗎 把角A標起來 如果角A是X 那麼其實角B也會是X 那麼其實 在三角形AB珠中這個是外角 所以這個角會是2X 可以嗎 那因為這裡又等腰 所以這個角C也會是2X 然後因為ABC等腰 所以其實這一邊也是2X 那換句話說你的三角形ABC是由X2X和2X組成的 所以三角形ABC中X加上2X 角A加角B加角C等 射角AOX 那這樣是180度嘛 所以你就會發現X等於36 可以嗎 那麼 然後呢 這集的作業 跟之前講的那個有點類似 事實上是差不多的問題 如圖 試著證明這個圖裡面的角A和角F 就是 角A跟角F 這個角和這個角是互補的 看你能不能夠說明為什麼 然後 五邊形 正五邊形 裡面有一個正方形 裡面有一個正三角形 請問角EAC和角EAH 這個我們之前有教過類似的人 然後這個是今天教的這一題的 有點進階版 但是差不多概念 這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裡面 A B等於B C等於C D等於D E等於F 請問角 D E F是幾度 那我們今天課上到這裡 我把這個角色聽到這裡 嗎 是